我跟妳講 最近講話好 都在亂丟糞 我跟你講 民進黨就要重視你 很多議題上 我們都質詢到 民進黨永遠不能認真 你不用亂丟糞 因為不能認真 那個法 你們知道現在民進黨 再把它核定為機密檔案 五年到十年後才公布嗎 你回去問羅秉承 民進黨現在在核定機密程序 說 我確定嗎 行政院 我確定 那也是說剛才羅秉承 羅律師的說法 你認為他沒有說多久 他都會公布 但沒有說多久 五年後公布 十年後 三十年後公布 那羅律師 你覺得合理嗎 你們一直說 這個不能公布 這個機密 我等一下討論這個問題 先說 那你告訴我 多久叫做可以公布的事件 其實第一 我也不覺得你一定要公布 但是你對於國會的監督 你不能逃避 因為國會監督也可以開秘密會議 我們也可以簽 現在民進黨同意讓你們 我們同意開秘密會議 我們同意開秘密會議 而且我們沒有簽 就是保密協定 如果我們洩漏這個秘密 我們是要受法律處分的 立法院是憲政機關跟行政院一樣 立法院監督行政是憲法上的 義務也是權利 然後接著呢 對外來講我們是一提的 立法院跟行政就是中華秘密 行政權裡面的部分 一提的嘛 對外給我們知道並不是洩漏機密 那以後只要政府要做任何的採購 其實軍工醫生也是這樣子 你們贊成用秘密 台灣是個民主政治啊 政府是沒有任何就是說 法律的權利說我想要保密多久都保密的 我們是有國家的政治檔案法 所以你先不要就是瞎講說人家什麼部分 那立法院其實我們是可以接的 他說大概核定是五到十年 是核定嗎 那個東西就是說也都需要依照政治檔案法 對 第二個我們每天都在接受陳情 陳情的東西不是你可以拿出來亂罵人 你可能傷害人家的名譽 你要有足夠充分的證據 你才能夠說出來嘛 我們立法委員濫用自己的言論免責權 現在就在說什麼民進黨派系或怎麼樣 就說陳時中 這件事情陳時中是我們的總指揮 那陳時中到目前為止在國家的口罩 在很多的決定上 他有沒有任何的證據 讓你覺得他圖利誰 我們也可以說這不好的事情 國家圖的 那也可以說國家口罩也可以賺錢 對不對 你不能說在危機的時候 他做了哪些行政決定 你立刻就說是誰在發國難財 所以這個東西跟軍機採購一樣 而且這個比軍機採購更困難 因為這是國難期間 全世界都在搶疫苗 之前就因為有人洩密 現在無法證實 因為現在都還沒辦法揭露這些訊息 陳時中部長不是就說 我們因此就買不到某些疫苗嘛 所以你說立法委員簽了這個可以相信 我百分之百我沒辦法相信 但就是說調閱民進黨的立委 在後來本來就有一個提案就是說 那就是在我們提出通過以後 那因為你們那個時間點不同意 本來事後我們本來就可以監督嘛 那為了讓你們國民黨不要說我們公開 不公開透明 成立這個只是時間點 希望晚一點 所以他們提出第二小組就是OK 我們提出第二小組就是不OK 不是 是你那個是要現在 永遠表決 因為我們表決一次就是不OK 這個都是他講話的 不是 陳月娟講話都在亂丟糞 我跟你講 民進黨就這麼明顯 很多議題上我們都質詢到 民進黨永遠不能認真 你不用亂丟 因為國民黨真的有辦法 兩位委員這個部分 國民黨很難贏 我真的認為是有交詞 方向感都有 其實民進黨我跟你講 最丟臉是什麼 最丟臉是因為前一天 柯總召說禮拜三 上個禮拜三 柯總召說我們不重病在胃環跟經濟 絕對不會讓他們越來越 放職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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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直 三 四 四 五 五 八 四 八 五 八